香港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正顺利进行 分布全港的141个检测点 采集到的样本全部集中至 位于香港中山公园的火眼实验室进行检测 负责这一检测工作的 是来自内地的核酸检测支援队伍 9月4日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 香港广西社团总会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等社会各界人士 前往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驻地进行维闻 感谢他们在香港疫情严峻时刻 逆行支援 香港第三波疫情爆发以来 应特区政府请求 从8月2日开始至今 内地已派出400多位专家和 临床检验技术人员第一港 协助开展实验室工作 将香港的新冠肺炎检测能力 从每天不足1万人次 提至目前每天最高可减50万人次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总领队李达川介绍 这样的成果来之不易 检测这个环节 本应该说的确是很辛苦 我们对这个机会的 从1号以来是24小时 原来是安排一天两班 应该12个小时 早就在那晚时间 然后晚就在那早就 在这个附压的环节工作 每个队员的一切最高辛苦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福建组队员 福建省民窗检验中心常务副主任陈发林介绍 本次采样工作是由香港医护人员来采 样本的质量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同时检测方法也有别于其他地方 灵敏度非常高 我们这次检测的验本 是来自于口烟和鼻烟的中断 特别是鼻烟的中断 这种的检测的灵敏度 比拥有的所用的口签 口签里面的分闭油 要灵敏度要好 检测力要高得很多 在慰问现场 各式各样的慰问卡被摆成一个心形 粘贴在墙壁上 鲜红的感谢有你非常的抢眼 帅气的逆行者漫画旁边 作者写道 莫道人间苦患难间真情 这是香港社会各界送来的心意 当天几位香港各界代表 还为支援队送上了锦漆 书籍心意卡等物品 感谢支援队为香港抗议工作做出的贡献 我们就全港发动一个真文 曾师 曾哥 那就想一个口号 亲人 我想对你说 那因为这次我们国家派了这么多的支援队 来帮我们香港 又很想表达内心的感谢 那我们现在收了好多作品 还没有截止 截止之后我们就会把它收集 而且还会来评选 比较优秀的 我们会帮他在录一本书来做一个纪念 如果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做好那个检测的工作 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可以找到那些隐性的病人 然后我们相信一定可以很快的可以对抗打 对抗这个疫情 然后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回复正常的生活 所以这趟真的很感激 国家派了对我们的关爱 然后也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 目前 香港公确诊4851人 特区政府公布 截至9月4日上午11时 已有91.7万市民在网上预约新冠肺炎核酸检测 其中52.1万人已完成采样 特区政府决定延长普检计划4天至9月11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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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